制衣裁缝店算是城市当中逐渐消失的记忆 苗栗县头份是青年黄仁豪 他有设计专长 在去年是返乡开设制衣裁缝店 将客家文化融入了设计来展现客家风格 而苗栗县长徐耀昌除了前往店铺给予鼓励之外 也体验了一日制衣师 苗栗县长徐耀昌化身一日制衣师 拿起专业的剪刀剪裁 同时给予返乡创业青年黄仁豪鼓励与肯定 他本身就是在地的头份人 那我们的劳心处也积极的给予辅导 像店面的招牌 还有一些的他的专长的部分来给予协助 希望年轻人在接在立 我想我们苗栗县政府 不管各行各业 关系到劳心处的部分 他们都会大力的来给予协助 让他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 打响知名度 质疑裁缝店几乎消失在城市中 黄仁豪本身攻读流行设计系 去年返乡 走进他裁缝的店铺 立刻感受史上的氛围 他除了提供客制化的设计 也积极创作 在客家庄创业 在地的元素不能少 期盼展现客文化也能够时尚的一面 我自己在创作的是 就是我会去翻一些相关的文献 或是找寻一些比较以前的资料 然后从里面去抽取一些客家的元素 把它例如说客家酒箱里面 其中的可能玉兰花 或是树兰 这种就是比较传统的植物 然后再把它重新创作成图案 做成新的布花 对然后再运用到我的衣服上 玉兰花的纯洁甜净 装点气质 另外还有一系列 从客家乡间生活一项出发 透过美丽的衣裳 说出客装的故事